朋友们大家好,沙渡,我现在江苏州,这里是苏州湾太湖新城的吴江片区,也是苏州重点打造的一个区域,环境各方面规划的都特别好,目前还在锦罗密鼓的建设之中,我也是第一次过来,带大家看一看。 今天的天气非常不错呀,蓝天白云的也很通透,这一片水湾就是苏州湾了,苏州湾这片水域属于太湖中的一个水湾,太湖的水质也是随着风向进行变化的。 我们把镜头转一下,对面这片区域就是太湖新城的吴江片区了,前面有一栋摩天大楼,这一栋摩天大楼是苏州的绿地中心,它的建成高度是358米,建成之后也是苏州排名前几的大楼,目前苏州也在建设第一高楼,就是大裤衩,东方之门旁边的中南中心,最早他说是要建设729米, 现在改为了499米,目前苏州的第一高楼是九龙仓国金中心450米,然后我们看到对面还有一栋庞大的建筑,这是三馆合一的,有文化中心,大剧院和博物馆,吴江这边呢,前面呢,是音乐喷泉,太湖新城这里的音乐喷泉是非常出名的, 每周五和周六晚上会有开放,前面也有专门的观赏音乐喷泉的平台,这个音乐喷泉中间还有一个走道分开了,实际上它是有两部分,另一边也有的,看一看太湖,往前面走就是太湖的深处了,对面是东山,东山的茶叶琵琶,都是非常有名的, 我们环石一周,然后前面呢,就是吴中片去了,那边也是太湖新城啊,它吴中和吴江太湖新城的规划面积都是30平方公里,整个太湖新城的规划面积是180平方公里,但其中水域面积就占到了120平方公里,咱们现在往前走一走,这里的环境可以说是超一流的,绿化树木都已经搞好了,这些树木, 再过些年就非常茂密了,这里不仅是要建设一个新城区,也是集休闲旅游度假为一体的高标准规划,高标准建设,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,还有一些朋友在这里休闲散步呢,刚刚还和几位本地的朋友聊了聊,他们过来也感叹,现在吴江这里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了,苏中, 苏中是我国第一地级市,它的GDP超过仅次于广州所有的省会城市,排名全国第六,不得了呀,已经过了2万亿,开玩笑这是,吴江的GDP也很高,也是苏中排名前几的,大家看一看这里的环境,都是绿化草坪, 以及健身步道,休闲步道,还有这种跑步的,马拉松式的,前面有个小区,我总感觉这个小区,我没有用地图看,它的价格绝对是不低的, 目前苏中的房价,最贵的是在,荆棘湖那边的工业园区,有的都达到了十几万一个平方,当然这是个例啊,均价也是在六七万吧,没有事的时候,有在旁边上班的,下班之后,晚上在这里跑一跑步,散散心都是很好的, 这条步道全长是2200米,就是沿着太湖边建设的,这里还有多人的脚踏自行车,刚刚我看了一下,40块钱一个小时,可以坐四个人,这边目前人是少了一些,但随着后面发展越来越成熟,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,人流也会越聚越多,苏中属于发展的比较大,纵深也很广, 下面的县级市都是经济强线,全国百强线的前几名,苏州的市中心,老城区那一块,其实人都不算太多,主要都是集中在下面的县呀,镇呀,甚至村子,都有自己的商业综合体,他们根本不需要走太远,之前也带大家去拍过一些知名的村子,知名的经济强镇,经济强线,我们看一下这边,居然在太湖边, 建设了一个超大号的游泳池,前面有写着叫做东太湖游泳场,旁边还有沙滩网球,这也是属于一个配套设施,旅游项目,目前游泳池没有开放,我们看一下,就在太湖旁边, 隔了一条健身步道,整个太湖这一圈,尤其是苏州和无锡这两座城市,对于太湖的开发比较成熟了,也进行了很多年,行,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航拍吧,毕竟目前还处于建设阶段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